你知道金破天去哪里了吗 在变三中威震天不敌擎天柱被砍掉脑袋 并被人类研究出了变形金刚的基因密码 从而制造出了可以人工控制的变形金刚 但威震天其实一直都在装死 他故意泄露基因密码以此借助人类之手打造一支霸天魂军队 而自己则趁机感染控制了金破天 金破天的绝大部分数据都参考了擎天柱 他的手下大将则是大黄蜂的升级加强版独刺 以及军事指挥关阵档波的重生版双头波 这些人造金刚采用了粒子技术 在变形时处于粒子状态可以躲避火炮攻击 这大大提升了威震天的生存几率 但在决战中霸天虎还是输给了汽车人和机械恐龙 而金破天吸取了前几次经验赶紧溜之大忌才保住了幸运 不过由于他瞧不起人类的科技 于是便找到所谓的造物主昆塔沙帮自己打造了一副新身体 造型上与擎天柱的骑士风格几乎一样 身上同样背负着一把剧剑 战斗时会有口罩变形保护面部 同时再具形态也换成了一架霸气十足的赛博坦战机 然而如此威猛的霸天虎领袖却被一个人类暗算 接着又被几个汽车人打得狼狈而逃 最后面对擎天柱时还是摆脱不了自己成为买个床的命运